当大负载机械臂要加地轨 或者是想把末端负载200公斤以上的机械手的整机 成本控制在5万块钱以内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两轴直线加两轴旋转的结构形式 这样一来可以有效缩短旋臂的尺寸 从而减小一轴解数机的规格 并且减小地轨的沉重 而哪怕负载再大 直上直下的这一轴也很容易做配重平衡 有想自己遮沉这类设备的 你可以从公控机室上面找到几乎全套配件 当然你如果懒得折腾 像这种结构形式末端负载200公斤 地轨形成3米以内 整机5万块 我也可以帮你搞定